外面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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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點點了 你整天看外面的看我手牌 看不到你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Hello,我是盲波 你為什麼打電話? 我是電話 今天把手機放在後面 好,今天來和大家玩BORD GAME 玩什麼BORD GAME? 好耶 這隻是一隻我覺得蠻好玩的BORD GAME 它叫電梯前的中文 沒錯 玩什麼呢,這隻BORD GAME就是 玩大家要入電梯 要打人接 看看誰最...可以搶到電梯 即是可以入到電梯的就多點分的遊戲 沒錯 大家可以最少兩個人 最多四個人玩的一隻BORD GAME 但我們今天就三個人玩這隻BORD GAME 它有三種不同的牌 這些基本上就是人物牌 它有很多不同的手牌 有些弟弟、妹妹、小女孩 爺爺、媽媽、媽媽、爸爸的東西 這三個就是電梯了 大家就要迫進這部電梯 這個是說明牌而已 待會有人選一隻顏色 不如先選一隻顏色吧 我要紅色 黃色 我要藍色 待會大家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牌 在這裡等電梯 這裡其實就是電梯 這些後面一直排下去的 這些就是等電梯的人 大家就是要在這裡 你看到這部電梯有三個分數在下面 三個分數 入到電梯 第一名的有三分 第二名三分 第三名的有四分 但是最後入電梯的比較高分 沒有啦 最後你還在硬梯的放進去 那個比較高分 還有它有說過 每一部電梯 在這裡 如果這是爸爸和爺爺 入到這部電梯的話 爸爸和爺爺的分數是成二的 OK 會多一點分 這部就是媽媽和媽媽 然後這部就是弟弟和妹妹 入到這部電梯就會多一點 這部電梯可以入到四個 這部電梯其實有三個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大家玩的時候 你會玩三輪的 每一輪完之後就拿了一張 再入第二部電梯 你除了要排入電梯之外 這個遊戲最重點的東西 就是要打尖 剛才每個人都有這張牌 這張牌上面其實會寫了 當你打什麼角色牌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哪個尖 就是好像最左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 妹妹 如果你打一張妹妹的牌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打弟弟尖 另外就是 我當作外面的情況 如果你是媽媽 媽媽正在排隊 你只要打一張弟弟出來 媽媽就會讓路 讓弟弟排在前面 它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叫小女孩 小女孩打出來的時候 它上面其實也會有提示 告訴你這張牌有什麼能力 小女孩就算入到電梯也好 小女孩是沒有分的 那它也打了零分 是零分的 但是小女孩排在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張跟小女孩一樣的牌 把它抽去 排在小女孩後面 即是可以將其他人拔走 是的 帶它去後面 如果同一行牌裡面 出現三隻一樣的角色 我當作媽媽在這裡 如果想打媽媽出來的時候 當它同一行裡面出現了三隻角色 他們就會三五成群 三個人一起 走去逛街的 去了咖啡廳 去了飲茶 然後就會離開了 當你可以拿走一次三個牌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分的 如果你拿走的是小女孩的話 原來小女孩有三隻 所以拿走一疊 小女孩是計算兩分的 起此手牌是兩隻自己的顏色 當然是看不到我和寶女牌 看到阿Wing的牌 阿Wing的牌給大家看看 我選擇兩張藍色 不用太平均的 隨便分三個牌就可以了 你把我的黃色都放開了 我就會被人趕走 沒事的 OK 誰先啦 是不是最近搭這件事 其實很多BOOGAMES 對呀 很多BOOGAMES都會用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 誰最近搭電梯 誰最近搭電梯 你吧 我吧 我吧 爸爸 爸爸啊 抽Vindor嗎 抽Vindor這三行隨意選一張 你可以自己選顏色 拿別人的牌也無所謂 什麼時候完呢 就是抽所有牌 然後每個人打到自己剩一張手牌 即是有一張牌是可以不出的 然後就完遊戲 然後就計分了 大家增加刺激感 爸爸一起搭電梯 三個就中了 我就抽自己的 開開心心 我先把妹妹放在前面 哇 妹妹有兩妹 對呀 媽媽上加紅色 不是呀 我抽手紅色的 所以我們決定打下加 哈哈哈哈 你這樣對我 打媽媽出來 哇 媽媽是會打爸爸尖 所以媽媽會放在前面 就打了兩個爸爸尖 對呀 她打了所有爸爸 打最前的爸爸尖 但因為前面有媽媽 所以她就排在這裡 我決定打爺爺 爺爺可以打 妹妹尖 你走 我幫你打 弟弟 弟弟放在後面 弟弟準備回去做文科 弟弟準備回去做文科 哈哈 差不多就準備做文科 綠色沒有人用 綠色呢 我由爺爺來打各尖 爺爺打給他 哇 媽媽在這裡 媽媽在這裡 她的妹妹就會四分 沒有啦 就這麼多 媽媽 哇 想一想 四個顏色 現在沒有三張 不要緊 等一下再出媽媽 有分 你不能打走我媽媽 有分 什麼有分 你多一張媽媽 死你那裡 欸 我打個小女孩 婆婆你後面 好像不是 外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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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機看外面還是看我的手牌 看不到你 我想媽媽在這裡 還可以 媽媽在前面嗎 不是媽媽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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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就行了 糟糕了 如果這裡有媽媽死了 沒問題 小女孩 銅色拿走 拿走 拿走你的媽媽 那這些就移到前面 哦 你要藍色牌 你看看 嘩 哈哈 第一部人也沒有 你涉到第一部人也沒有 穩陣 沒有藍色 隨便放東西 可以 可以 搭第二部人 這部是雙背的 藍色下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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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怕你 如果再移下去 就可以拿不到5分 多怕你把爺爺放在下面 好襯 喂啊 再見 爺爺 太多人了 我爺爺 先放妹妹 至少有分 至少有分 抽紅色 先放綠色小妹妹 一幕熟 搶回第一部 很危險 現在全部都 放這個 放這個進去 咖啡廳 一幕熟走 哈哈 好想貪心一點 放媽媽 在這裡 嘩 嘩 嘩 那有什麼分數 應該是五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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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我不想讓你拿分 弟弟來 弟弟 嘩 嘩 一齊 升上去 散了弟弟 大家只得到一張牌 對 我最後一張 我出了這張就完 不用想 四分 四分 基本上每人只剩一張手牌 就月 接著就計分了 黃色 黃色這張三分 這張三分 這張三分 因為這個是跟著他們 第一個進入三分 第二個是三分 第三個進入四分 對 接著雙倍上 三分 然後這個沒有分 這個三分 不是這個六分 因為這個有誠意 九分 黃色有九分 綠色是誰 沒有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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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張三分 這張三分 好 反過來大家 然後 我沒有玩遊戲的 紅色 紅色兩分 OK 接著到我的藍色 這個男生四分 四分 然後這個 十四分 然後這張三分 這張三分 這張三分 十八 十八 手牌 你二十 十八 然後這張三分 我已經有兩套 去喝咖啡 即是二十 我一套 我交換是十 十 二十 兩分加一日 三分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其實是中間被他拿得很多 神經病 我有退到後面了 非常之厲害 好了 完結後 完結後 把自己的牌子 全部都拿出來 然後全部都拿出來 把牌子拿出來 剛才那裡還有一張 還沒抽到一張綠色 拿進來 然後把所有 都拿進去 洗牌 洗牌 然後這三疊 就已經變成LV2的 玩三局 玩法就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試一下 下次回來 我們再看看 什麼不同的波動遊戲 介紹一下給大家 下次回來見 拜拜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還有按鈴 拜拜